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波友相聚 因为你看看它整个饭店呈现的感觉 就是给你极简风很时尚很高级的地方 很日本的感觉 但是它又标榜了给你舞感的享受 什么叫舞感 所以去了没有感觉 对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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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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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No 舞感 例如视觉你就可以入住之后 你看到那个山栏的变化 然后听觉你可以听到瀑布的流水声 以及虫鸣鸟叫 嗅觉当地产什么 产这个瀟南 所以你住在房间里面 你就可以闻到那个淡淡的那种木头的瀟南香 然后进到这里面 其实每一间房间 它其实都有特殊的设计 内外都可以泡 有17间它是有外面的这个池子是可以泡的 所以可以说是一等一的享受 而且入住它之外 你可以参加当地这个饭店 它所设计的套装形成 有行程可以跟 对 例如到南庄的文化之旅 或者是山益的木雕的之旅 整天下来连车都帮你准备好了 这要另外收费了吧 要另外收费 所以如果你做大众运输工具过去的话 你想要来个附近周边的这个一日行程 都不用担心 它们会分不同的车来订价 订不同的价格 大概到4000到6000左右的价格 所以非常推荐大家 但是刚刚提到是行程可能是4000到6000 那住一晚大概要多少钱 住一晚呢 来来来来一个晚上多少钱 钱 哎呀 7000到1万1之间 这是房型的不同啦 这个房型不同 然后这个价格呢 它是平日的价格 所以如果是假日去的话呢 可能还会再贵一点点 那一个晚上如果要将近1万块 哎呀 小芳啊 有一点贵喔 我就贵了 有没有CP值高一点的呢 所以我要介绍这个地方呢 就是在我们恒龙山 对 也就是说雪霸国家公园苗栗的第一段 就是恒龙山的部落这一块 所以它很靠近全员的地方 那在这个井水村的井水呢 在客家化的意思就是滚烫的热水 对 所以顾名思义这里就会是温泉的源头 因此来这边泡汤才会真正像女孩子们 泡在整个化妆水里面 哦 对 纯正的化妆水就在这了 所以一定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功能性 符合台湾温泉的一个概念 那我们呢有所谓的大众池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众池男女分开是裸汤 一个人也不过250元 哦所以可以单次泡 对 那你要泡家庭式的也不过一间才800元 嗯 再来呢 我们有很多day tour的办店有安排 比方说你现在看到的画面上面 这个是什么 麻糬 麻糬 对 你知道吗 还有烤乳猪 还有漆蛋 所以很多活动耶 很多活动 所以呢 你想想看这样刚刚实在我们也不不 反正你拍偶像剧我们也没看到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来这边 就自己来这里拍 真的是非常非常CP值又高 那晚上多少钱 多少钱 我们来看一下哦 那么多活动 靠近全员 哇 也太便宜了 这是平日价格啦 对 平日价格 但还早餐哦 你除以后一个人大概1100块左右而已哦 所以高档的平价的都提供给大家了 但是我要持续追问蔡大哥就是 我们刚刚是到泰安住了 但是我们隔天要到大湖柴草莓 所以如果除了住泰安 你还推荐可以住哪里呢 第三天的行程就是往北走 所以去泰安住的话 其实第三天我们都来到三亿 可以到三亿来住一下 对对 或者是你可以在周边找一些民宿都不错 对 那到了三亿呢 我们就往南 从南往到北 对 那往南的话 我们可以到这个这个龙藤断桥 龙藤断桥 非常有名的龙藤断桥 对对对 去看一下这个这个断桥有什么特别地方 它是用糯米去粘的 糯米粘断桥 对 而且它历经了三次的那种地震 它还是保存那个桥墩 这糯米顶口 不懂的 对对对 那再往北的话 就到我们这个非古基拉盛兴车站 对对对 它是我们西部这个火车线旧的重幻线上面 最高的一个火车站 尤其它那个火车站的那个建筑结构 是非常特别 它没有用任何一根钉子去钉的 哇 对它那个木造结构是非常特别 对 那当然在盛兴火车站附近 现在是一个光光的一个景点 有老街的味道 对有老街的味道 也有一些客家的餐厅 客家的一些伴手里的地方 那再往北呢 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这个山域最有名的 就是木雕博物馆 哦对 这里木雕最有名 这里木雕最有名 全台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活雕 活像来自于山域 哦 是啊 对 所以我现在介绍这一个木鸭的雕刻 观光工厂 木鸭 也是活像雕刻 活像雕刻慢慢的之后变成转型 把它转型成 大家能够来这边 可以自己来玩 DIY 自己来玩 自己来玩 自己来画 然后呢 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呢 就直接用雕刻了 哎呀 我们有带我们的制作人非常贴心 把她的LISA的作品 他们家乖的作品拿来 LISA的作品拿来 Kredosa 就在那边 你让它完全白色的 让你自己彩绘 上颜色 对 他也不给你这个参考什么 你就用你自己心中的颜色是什么 你就跟它彩绘 各式各样的啦 有整支完整的啦 有水鸭啦 没鬼啦 没鬼啦 像今天天气这么冷啊 天气有没有很冷 你问鸭子是 鸭子冷不冷啊 春江水暖鸭鸭鸭鸭 他就跟你讲 滑滑滑滑 而且三亿木雕出名 现在海语很慢出名 不是很慢的水果是真的很慢 如果慢的话那我就问路哥 那我要挑一间住的地方也是慢慢挑 推荐这家饭店 住过之后你就知道人生已经又变彩色 这个是在一个所谓的张树林 他原本是一个私人的party 就是招待所 只有招待一些老板的一些的贵宾而来的 但是因为放久了之后房子没有住 所以他里面他不叫饭店 他类似像民宿 里面是叫管家 他大概只有 如果我没记错应该只有四五间房间 房间不多 一般的房子比如说盖四五间 比如说要一年的时间 但是他为了盖这四五间的房间 花了将近两倍多的时间 为什么 他所有的东西不砍掉任何一棵的树 它是在整个一个张树林的 房间里面你有沒有看到这一间 有一棵树通过 真的 有两棵树在这个地方 树在里面 所以阳光会洒进来 你今天住在这里 下雨天雨也是会洒落在 它整个是用压克力这样坐着 然后晚上整个灯 因为它只有五间房间 晚上整个灯打暗了之后 又只有星光而已 我那个住的很多汽车旅馆也有 但是那是假的 那不是原生的 真的是真的树木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光看这个浴室就好了 好大喔 真的喔 我为了代表 超长一跑两百公尺 你看我人就变得非常渺小 对对对 这里还有我同学 玲瓏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非常特殊的 从它饭店的房间浴室的房间打开门 你可以看到龙藤断桥 刚刚蔡大哥提的景点就在这看了 对但是龙藤断桥看不到这个地方来 它非常特殊 就是它经过整个设计的 那我说你这个洗澡的时候 整个窗帘拉开了之后怎么办 怕被人偷窥 对对对 它不会 这里只有野生蜜猴会拍手而已 其他朋友 蜜猴 好可可 好可可 你看它整个房间里面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木头特别多 所有的家具房间非常非常大 它还有游泳池 它还有私 这个一般我的客人去那个地方都包馆 五个家庭就把所有五间房间就包走 还有所谓的这个私人的游泳池 第二个它有厨房 你可以请人家来这边煮 也可以私厨 跟饭店跟民宿主人讲 你帮我请当地的厨师来这个地方煮 它一个厨房设备非常非常的好 哎呀 奢华 奢华 这一个晚上 这大游泳池 你觉得有够的 一游泳多少钱啊 当然是贵啦 来来来 来来 哎哟 对啦 万四到万五 对 就一间房 一间房间喔 对 包含早餐 那接下来第三天我们行程继续走 要去哪里 大湖柴草莓了 草莓有那么多家怎么挑 柴草莓有什么Mega 还有玩下来多少钱 休息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